132 人民日報海外版2015年7月17日報將十四健康生活 若保不及食保 食保不及凍保全聯位 若保不及食保 食保不及凍保 鍛煉還需樂觀 獨落海如撮騰 師 這是書法加費生我1903-1992的養生聯 尚聯港保養與運動結合 若保不及食保 這是來自民間的示威 應該說 若保與食保同屬於中醫進保的範疇 若保就是根據人的體質 通過服用一些具有附證固本 保虛色實和調和陰陽功效的藥物及其配偶 以達到強身健體 防止疾病和現年益受的目的養生方法 食保也稱食養 包括平時食保和病時食療 適應用食物的不同性味 作用於不同狀氣 起著條理保養和治療作用 以增強抗病能力 延緩衰老的養生方法 二者各有其特點和功效 應藥食結合 食養為先 皇帝內經藏氣法時論指出 毒藥公邪 五谷為養 五果為座 五畜為憶 五菜為蔥 氣味合而復之 以保證益氣 但二者比較起來 食保比較平和 一般不傷及狀苦 可避免藥物的副作用 減少藥原性疾病 且經濟實惠 故更易受到廣大群蛋欺妖和 雖然如健康於飲食是重要的 但也不能離開適量的運動鍛煉和勞動 現代醫學研究表明 經常運動鍛煉和勞動 可促進身體的新陳代謝 使各器官充滿活力 增強抗予病邪的能力 延緩機體的衰老 從這個意義常說 食保不及動保 夏聯則講戀營與養心結合 夏聯與本孟子梁惠王 獨樂樂 與人樂樂 熟樂 不若與人 與小樂樂 與絕與藤 愛 熟樂 不若與妻 師 良好的心態是防病抗需的巨大力量 樂觀則是心靈的維生素 幸福的催化劑 所以 鍛煉還需樂觀 經驗表明 運動鍛煉不僅能強身健體 且能愈愈心神 但是 獨樂不如絕藤 愛 因慰與絕回楚尿溝藤 愛 遊樂之遊也 唐寒與尚子日宴大學聽譚琴詩聚 只有與連 匹樂 且能與別人分享快樂的人 才更能獲得身心的健康 紅驚慾注 傾ерь 快樂 堅持 導師 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